超級病毒Omocron 難道已經闖進台灣邊境 指揮中心最新公布的確診病例 案16829 是一名三十多歲的女性 十二月八號從南非入境 九號採檢 十號就確診 重點是這名女性 曾經打了最強混打組 AZ加莫德納 仍被突破性感染 但可能因為疫苗發揮作用 這名女性幾乎無疹狀 把南非提升為這個 重點高風險國家之後 首度有這個 從南非回來確診的病例 而且據目前的初步疫調 他在南非當地也有去過 這個醫療機構醫院裡頭去活動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 當然是會高度來謹慎 超級病毒Omocron就從南非爆發 目前南非有將近 九成病例都是Omocron 案16829 是不是台灣出現的第一例Omocron 南非目前流行現況來講 是以Omicron為主 所以如果這例 最後定序出來是Omicron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很意外 不是說很意外 指揮中心這說法 等於要大家對Omocron病毒 已經攻擊台灣要有心理準備 邊境有Omocron瀕臨城下 境內又出現Delta本土病例 內外夾擊下 專家提醒這次Omocron 因為14天隔離期 擋在檢疫所 但春節期間將面臨最大考驗 那接下來我們會面對比較大的挑戰 應該是在明年的這個過年的期間 那我們的這個很多的 我們的居民從海外要歸國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們採取的 這個檢疫的作為是七天加七天 檢疫的措施一定要落實 那這樣子才能夠避免社區 這個被感染的一個狀況 換打最強組合還是染疫 不過大多都是輕微症狀 面對超級病毒 內外夾擊 打滿兩劑 趕緊邁向三劑 對付病毒才能並來講黨 記者 張超鵬 陳怡榮 台北報導